大家好,我是Dan 7月14号,庞谈虽然的穹谷发表了个人心曲7MV中能看到一个男生为了证明自己的爱 一周七天,甚至在死了之后也复活,每一瞬间都在努力的男人穹谷 而7MV再公开不到24小时,就突破了3300多万的观看次数 2023年,男歌手最初缅轮排行一位 以及i君子史上最短时间拿下全世界100个国家地区一位的大记录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穹谷新曲7MV,航谷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啊,在哪之前,7MV中有一个让很多人都误会的地方 在这个片段,穹谷没有抢人家的话 仔细看的话,花店老板非常幸福地看着手中的钱 甚至还是一大把钱 歌曲好听,MV好有趣 看MV之前,如果有两个人恩爱床戏的话怎么办?又担心又期待 看MV之后,穹谷你请来韩苏宇拍MV,却让他这么受苦的话怎么办? 可可可,是吧,可可可 MV这个部分以及韩苏宇的表情让我爆笑 第一次听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一直听就觉得非常好听 只听了一次就一直喧绕在我脑海 虽然是路人,但是觉得是今年最好听的歌 MV拍的真的很好可可 不是那种溜响豆的爱情故事,所以很喜欢可可 哇,竟然赢了New Jeans 我是别家粉丝,歌曲比想象的还要好让我惊讶 MV也不是那种一般的爱情故事 而是有点无厉头,所以超好笑可可可 加到播放清单了 大家要相信我 不是我偏向,真的没有看到负面的评价 不行就算了 所以,穹谷新曲7,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7月14号,Twice最初的小分队Bisamo 发表了新曲Tuna Touch 虽然一直以来,韩团在日本发表的歌曲 都没有做过韩网反应 但毕竟是Twice最初的小分队 所以今天就准备了一下 MV拍得很好,Part分配也很好 Twice日本成员们真的是大方 Mina Sana Momo怎么能在一个组合 歌曲很好听,MV很帅,Momo的低音疯了 拜托也来韩国打歌吧,请给我直拍 哇,疯了,MV真的大方 都像是从名画里跳出来了一样 日本成员们在日本发表了日文歌 但怎么有pop的感觉呢? MV竟然也能拍得这么优雅美丽 成员们是很漂亮,但是歌曲很枯燥无味 在韩国是不能成功的歌曲 所以Bisamo的兴趣 Do not touch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Do not touch 小心 而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听讲 你们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age